不知道胡队长听说过哈克镇的事吗 不会是你们干的吧 没错 我们本来只是想袭击哈克镇的军警战 没想到正好遇到黑龙会的人暗算草上飞 要不是我们出现的话 草上飞就完了 黑龙会 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 他们用的是三八大盖 其实 他们是冒充黑龙会的关东军 如果胡队长不相信的话没关系 明天黄昏的时候 我们会在柳树河 挫败一个黑龙会和关东军的阴谋 什么阴谋 暗杀 暗杀 这么说吧 我们是希望游击队给予支持 请我们援助 如果你觉得我们是盟友的话 那你需要我们怎么做呢 袭击柳树河的兵库 队长回来了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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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发生的事啊 我没事 来 来附队长坐下 队长 你没事吧 队长 没事 你这是怎么了 我没事 别说了 快快快 快喝点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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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莱 通知下去 准备明天的行动 行动 什么行动 什么行动 袭击柳树河的军火库 袭击柳树河的军火库啊 嗯 据情报 柳树河的军火库守军一个连 武器装备精良 是 强弓的话可能不行 队长 队长 我们只能阳光 只要火力够猛 把围阵的关东军引出来 关东军一动 我们的盟军马上就会给我们发信号 一见到信号我们就撤 盟军 哪个盟军啊 就是袭击 哈克镇的那群兄弟 那 我们袭击军火库他们干什么 他们对付镇上的关东军 你决定了 我决定了 队长 那万一又是陷阱怎么办 那个姓方的 不像是设陷阱的人 队长 我看 我们还是向左部做个汇报吧 就是 来不及了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 将来一定会为我军所用 现在 我们讨论一下行动方案吧 好 聊着聊着天都亮了 大叔 镇云 你们再好好琢磨一下细节 争取打一个大胜仗 罗兄 你非得赶回去吗 必须得回去 松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不如就留下来吧 还不到那个时候 你放心吧 我还能应付 大叔 那我先走了 等你们的好消息 好 加东 辛苦你送罗掌柜下山 是 爹 这鱼啊 啥也别说 赶紧准备 我欣赏大叔的点子 我们可以利用康连 康连反过来会游说方振宇 方振宇 方振宇是个重情义的人 一时半会不会离开我们 我倒是非常看重柳树河的行动 一旦成功 草上飞和梅菇 就有可能上金龙山 这样的话 我们的行动 就有可能成功了 加东 凡事要分个轻重晚级 不要太死板 你要能驾驭别人 别人才会听你的 我 你不要太自卑 我看你呢 比我上次来的时候 就好多了 记住 咱们永远是两张脸 我唱红脸 你唱白脸 骆小旺呢 怎么不见他人影啊 他去方家团了 方振宇急着要报仇 好啊 有仇不报非君子 珍惜吧 和君子打交道多好啊 不像我 进了联合就像进了黑风口 对了 后天你带人来一趟联合 帮田掌柜办件事 把南城痞子王一条胳膊给卸了 知道怎么做吧 那还跟方振宇说吗 不用了 走吧 罗掌柜 回来了 来 来 给 龙掌柜 您慢走 好 打扰话啊 慢走慢走 快 快起来 走吧 哎 幸活他搞什么名堂 他到底要去哪儿 赶紧追 有欲什么 快追呀 语歌 语歌 语歌没在啊 没在 那我先走了 小翁 来来来 你坐下 语歌说了 说你要是来了 让你在这儿等他 瞧你 一点都不自在 你就把我当语歌 该怎么就怎么 是 嫂子 小翁啊 以后你要想吃点什么 做点真线活啊 你就跟嫂子说 嫂子一定帮你办到 谢谢嫂子 嫂子给你沏茶 爹 大叔 小望啊 你回来了 你欲哥在等你呢 今天有个大行动啊 不会是 要奔方家屯吧 不是方家屯 朕宇等你呢 快去吧 好 你还愣着干嘛呀 我也能去啊 不愿意啊 当然愿意了 走吧 走吧 走 走 走 这雨啊 看见没有 前边啊 就是柳树河镇 在那条大柳树河的右边啊 就是关东郡的兵库 爹 让大家注意隐蔽 这个是大炮打苍蝇 少佐 这可是大苍蝇 草上非要来 说不准那支神兵也会来 老夫就可以一喜哈克朕的耻辱啊 我就是来消灭神兵的 山虎 去盯着点 是 鱼哥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游击队不来诈兵户 怎么办 对啊 他只是个队长 这游击队行动 是需要通过上面的 大叔是想当然了 国大队长答应了 他就一定回来 这游击队 这游击队那边还没有回应呢 这游击队那边还没有回应呢 这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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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游击队是有点儿想当然了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抓抓抓痒 调动不了关东军 那么昨晚上啊 就该我出了馊主意了 对了 我不能看着梅姑和草上飞去冒险呢 好吧 好吧 小邦 你去通知草上飞 爹 你通知梅姑 我去找游击队取消行动 虞哥 虞哥 赵上飞已经进城了 去看看 去吧 梅姑 看 玫瑰来了 小王跟我接住他 加东在这儿守仗 你没空 方振宇 你看刀宣军 客死他乡 是中国人杀了他 贵子 是中国人 方振宇 你个王八徒子 小鸡刚 小鸡刚 你别给我呼来 小鸡刚 什么事 轮得到你啊 你主子还没说话呢 长得挺年味儿想放黑枪啊 你真好意思啊 小鸡刚 我不是来给你抢梅姑的 你恨什么呀 我 你 我 我 不 你 我 你 我 我怎么知道的 黄真语 你给我等着 驾 小金刚 没顾 以后我们的事你少掺和 管好你那小金刚 驾 走 龙峡子 跟上 跟上 来 该铁壁合围了吧 美谷的戏还需要演下去的 还要狩猎 心平一点好 我们还要协同作战 我心不平吗 我现在完全听你的调遣 可我在为邵左垫背呀 什么 灵和阵交费成功 为根到底功劳 还是记在邵左身上的 才果然能怪我 米震 不然今天也叫作杀铁壁还需要 买 竟然有的 我怕她认出你 她抢过方振宇的媳妇 她和方振宇见过很多次 可她不是叫我梅姑吗 那是因为我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杀她 没有她我能有今天吗 没有她梅姑能死吗 原来 梅姑娶方家屯 就是为了去救方振宇啊 搞了半天梅姑也喜欢她 玉 如果不是去方家屯 我们也不可能抓到你 还是走吧 你的计划黄了 那草上妃呢 你要是不怕露相你就去 我告诉你小金刚 以后碰到方振宇 你给我乖点 最好别胡来 她是我的 听到了吗 你不会也喜欢上她了吧 喜欢她 我当然喜欢她了 不过我喜欢的 是她的人头 走 怎么样 还有时间来得及 我可以去找游击队 那草上妃怎么办 玉哥 要不这样 干脆我去把草上妃给抢出来 咋抢啊 不行 如果我们一去的话 他们就会把城门围住 这样我们就死定了 就是 不是 那 那也不能看着草上妃 白白送死啊 如果 胡队长能按计划出兵 那关东军哪 一定去增援兵苦 草上妃 就不会有危险了 可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有时间呢 希望草上妃能多坚持一会儿 一旦兵库打响 关东军就会去增援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马上去救她 好 高炫夫人在搞什么鬼 怎么还不出现 我有一个预感 什么预感 哈克阵的那拨人会来的 少佐终究是一个军人 在猎人面前 军人失去了方向 军人需要沙场 而不是操场 这和鸳的人 going 人曰黄昏后 听起来怎么这么美啊 黄昏后不就天黑了吗 您说上天黑了能干什么事 不就干那事吗 妈的你个熊瞎子 老子刚弄点哑事就让你给弄俗了 妈的你大白天不干那事啊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了 四亮 这又不是哈克战 我扇你个嘴巴子 又替老子不开心的事 我怎么觉得这镇上的人不得劲儿 是没有女人是吧 放屁 都把眼睛放亮点 是 给我盯紧了 少佐 请立刻行动 我们不能再争了 让开啊 打开啊 快 打来啊 快 滚 出炸的 这边 跟上 好 乌云 这么远行吗 没问题 漂亮 上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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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听了跟你说 好 按照原计划进行 子莱 你带几个人到那边去 好 乌云 该能带几个人 是 准备 开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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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银哥 东西队袭击兵户了 你看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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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的计划 这就是你的等待吗 八个 铃铃部队 向军火库金方 好 看了 好 准备下山救人 爹 你在城外接应 我们本来人就少 多个人多个帮手 是啊 那你可要小心啊 小王 发型号 出发 痛快 洛尔 了 洛尔 后银 团长 好 那表给信号了 好 通 dice大家 撤 是 撤 好 撌 行 clarity 太快 嘿 咦 阵语书 爹 鱼鹤 守住前门 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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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带来没有 带他 快给我 走 松本 爹 雨哥 松门 放这鱼 上 快 玉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靖雨 快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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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 小王快撤 撤 走 拦住他们 快 快 他们已经安全了 我们也撤吧 撤 吴雨 发什么胆 快撤 大妈的 子蕾啊 这次你的功劳不小 特别是吴雨 吴雨啊 你可真是个无炮头啊 爬爬两枪 就直接干到了港楼上的寿兵 这次啊 我要向总部为你请功 给你积特等功 之所以要这特等功啊 不光是因为搅后了这么多的武器 关键 是在这次战斗中啊 你所体现的价值 好了 大家把东西也归正一下 是 吴雨 吴雨 你给我来一下 嗯 我上了金龙山 见了山上那拨人 好像和草上飞没有关系 还有 你说你见了草上飞的手下 你见的是谁啊 你怎么知道她是草上飞的手下 我 我 我认识她 你认识她 她叫洛小旺 本来我们是一起投奔游击队的 在来的半路上 我们碰到了草上飞的绑匪 她被他们抓走了 哦 是这样 队长 你今天确定 他们不是草上飞的人 那你知道他们是哪路的吗 他们呢 他们就是 袭击哈格镇的那支神兵 关东军做梦也没有想到 重兵把守的军火库 就这么完了 而且这么不堪一击 这个主意好啊 好就好在 谁也不敢想 谁也不敢做 只有队长想到了 也做了 想到的人不是我 是这波神兵的领头人 那个人姓方 是 姓方 是啊 她非但出了这个主意 而且还主动提出 要和我们结为盟友 队长 这姓方 乌云 我们要把这波人 拉到我们抗日的阵营中来 我这就向上级汇报 乌云 你去休息吧 姓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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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哭了 爹的心里查实 爹 你可别丢下云河 爹的命大 不会有事 爹 爹 你千万别这么说 湛羽啊 我们落下台上 爹这么个女婿 死而无憾 爹 爹 你别扔下我不管 我没有读过病术 我还等你来教我呢爹 你是个聪明人 不 我太愚蠢了 我不应该去追宋版 我太心急了 爹 是我害了你 湛羽啊 爹 快别这么说 岳和 就交给 交给你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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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没料到他康复得那么快 一个跑帮的 武功竟然这么厉害 他的武功再好 也是匹复之勇 何足为据 现在可怕的是一伙人 一支武装 不知藏在哪里的武装 不知道后台的秘密武装 后台是谁 不就是零和大酒楼的罗掌柜吗 我相信杀大黄崖的是他 打包我们撤胎 帮方振宇逃离势力铺的是他 在大全诊所救走方振宇的也是他 在刘淑和告密的还是他 他怎么会知道 包房里没有人 他说忙里偷闲想清静清静 可是他昨晚都在田敏长家 直到下半夜才离开田府呢 就算是他知道情况 他也没办法把情报送出去 今天白天呢 他都在九楼 是吗 宋文先生 我们对他是二十四小时监视 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视线 宋文先生 少佐有令 请你跟我走一趟 谁敢 放肆 把刀放下 请吧 你们想干什么 宋本军 你为难我们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奉谁的命 奉我的命 要不是你在柳树河想诱补草上飞 我的军火库能被杀吗 季木 你叫我什么 叫你季木 不叫你少佐 是让你知道 我当少佐的时候你还在吃奶 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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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自作聪明的蠢货 我为帝国有你这样的军人感的遗憾 八个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毙了你 你 你没有这个权力冲决我 我负有帝国的特殊使命 我管你是谁 我现在就毙了你 把宋本军放了 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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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零河是我们在中国占据的处女帝呀 虽然我们花了不少国库里的钱 但是我们给天皇陛下转回来了 大大的转回来了 因为我们黑龙会像水一样 渗透在中国的领土上 才有今天我们恍若在故国的感觉 大佐 我们要让中国人不知不觉地接纳我们 等有一天他们兴决的时候 中国已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领地了 这有可能吗 大佐 我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目前的局势对我们非常有利 张学良要跑 剩下的就是抗连 和大大小小的土匪 如果我们还不能从根本上维持秩序的话 就太有负予帝国对我们的厚望了 满诸国的地方行政 目前是空投 市长镇长没人敢做 眼看满诸国国庆临近 这岂不成了笑话 所以我军部命令 务必要在满诸国国庆前 肃清抗连和土匪 当然这也不太容易的 不过我们最起码可以做到 不让他们如此地猖獗 我想听听军部有什么打算 军部命令我们 务必要全力协同地方的黑龙会 因为毕竟你们比军队更了解这里的秦框 如果邵左也能这样去向 那就更好了 邵左到 大左 邵左你来得正好 我再命令你一次 不必要全力携从松本军 不得违抗 是 邵左 我不在乎你听不听从我 我在乎的是要巩固 维持 扩大战争的胜利和意义 这也是我们来中国冒险的意义 是 大左 刘淑和兵库被炸 我也很同心 但是同心没用 我们要回权回击 宋本军说得好 宋本军 我听说 你已将军统特工的目标 锁定了临河大酒楼的掌柜 是 接下来呢 顺藤摩瓜 好 谢谢陆掌柜啊 七先生 好 查来查来啊 我走了 好 掌柜的 天掌柜他们都来了 他娘的脑袋是长驱了 黑龙会咋的 关东军又咋的 他们见着我的面 照样让他们客客气气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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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强龙押不过地头蛇 他们懂得这个道理 日本人他也得做生意啊 是不是 谁犯得着跟这银子作对啊 没错呀 就是啊 这个痞子王啊 他还真以为自己是王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罗掌柜来了 各位 罗掌柜 多坐下 多坐下 罗掌柜他又不是外人 坐着喝啊 站着喝可罚酒 是是是 是是 罗掌柜啊 今儿个要不办的话 我南城的当铺 是是 你得赔啊 您放心 痞子王会改主意的 是吗 这不是天才刚刚亮吗 好 好 别客气 坐坐坐 好 贵客临门 原来是松本先生到了 好 天掌柜 久闻天掌柜跟林河大人物 每天都在西城林河大酒楼喝早酒 在下刚到西城事务繁忙 还没有过去拜会 失礼失礼啊 我哪敢劳驾会长您哪 罗掌柜 今天这个酒钱我来付 就算是赔礼 还望天掌柜给在下这个面子 好说好说 得子 给加个座 甭加座了 就坐我那个位置吧 是赔 罗掌柜 我可不是来把你轰走的 瞧您说的 我这酒馆一摊子事 我得去张罗张罗呀 我只是开个玩笑 把罗掌柜轰走 那我们喝什么 天掌柜 你说是不是 他忙他的 咱们喝咱们的 会长阁下 请坐 好 失陪了 坐 站住 坐 太军 太军 我的粮米 走 走 站住 站住 过来 卖红薯啊 走 站住 过来 你站住 太军 过去 走吧 慢走啊爹 别买了 慢走 山东德州的地瓜 卖地瓜了 别买了 山东德州的地瓜 老板 你这地瓜甜不甜啊 我们的地瓜 这地瓜绝对甜 不信可以尝一个 那我挑一个 闪开闪开 闪开 那我挑一个大的 闪开 看什么看 跪 闪开 闪开 趕快走 走 田掌柜在哪儿 给我出来 舅别 什么事啊 什么事 老板 就这个了 要带田掌柜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